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魏延的巅峰之战 曹真作为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他指挥几条大军浩浩荡荡法属,势在必得 蛮以为只要自己大军开到汉中,出个量就没辙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曹真的命运真的不好 刚率军出征不久,就碰上了雨季 魏军在行进途中遇到了自然灾害,大暴雨和泥石流 当时秋雨绵绵不断,大雨下了三十多天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更惨的是魏军都被临城落汤积了 大雨导致物资损失严重,甚至体质差的士兵因此生病死亡 人倒霉啊,喝水都碎牙,命不好出门碰上大雨 我有点怀疑曹真不认真学习历史,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想当年关于水淹七军正是八月份 曹真为什么挑这样的季节出征呢? 这真有点让人费解 此时的曹真很烦恼,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动员了这么多部队 出来与诸葛亮叫板,大军却因大雨而无法前进 如果不打一枪不放一炮,就灰溜溜回去 他丢人丢大了 毕竟这次法属行动是曹真一人极力主张的 就在曹真烦恼之时,传来更加不幸的消息,战道断绝了 旷日持久的大暴雨引发各处山洪爆发 山体滑坡导致战道都断绝了 在树路法属大军中,曹真这一路的处境最惨 曹真的大军困在子武道中,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到了这种地步,曹真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还打什么诸葛亮啊 恐怕连回家的路都没了 卫军进退围固,处境很艰难 将士们一边喝着雨水,一边啃着淋湿的干粮 估计想生活吃一顿热食,都没办法做到 我们很容易理解卫军中将士们的痛苦 他们吃不好,睡不好 在饱经雨水之苦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泥石流 这样很容易让人抓狂的 卫军精神高度紧张 他们饥寒交迫,唉声叹气 谁都想回家吃一顿热饭,睡一宿好觉啊 就这样,卫军原本高昂的士气就在雨水的淋洗之下 慢慢地一点一滴消失了 直至降到零点,尽管当时大雨连绵不绝 不过夏侯坝的仙侯部队已早出此舞蹈,进军至兴斥为 因为当时大雨下个不停,夏侯坝只能在山谷中安营扎寨 等待天晴再做打算 出军得到探子的情报,知道夏侯坝率军到达边境,遂派兵对其进攻 魏延担任汉中太守时期时 在杨平关外的兴市、黄金等地修建了许多防御用的军事措施 创立了为首的防御体系,加强了汉中防线的御敌能力 所以当时汉中前线为首中的士兵一起出击夏侯坝的先锋部队 将把来犯之敌围肩在山谷之中 夏侯坝看见为数里的蜀军一涌而出,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如果一旦被蜀军围困于山谷之中,很有可能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不利情形,夏侯坝并没有慌张 他身先士卒,手持武器亲临战场第一线指挥 与蜀军交战于陆角之间 夏侯坝的勇敢鼓舞了士气 魏军拼死抵住了蜀军的进攻 夏侯坝暂时打退蜀军的进攻 知道凭借其有的力量无法全军突围 便积极修建防御攻势,坚持待援 后来夏侯坝等到援军赶到 在援军的配合之下,才解围退出兴世山 尽管夏侯坝第一次独立指挥作战不利 但此时体现了他的胆量与担当 夏侯坝面对不利战况并没有弃军逃走 这与马肃有着很大的区别 他不愧为名将之子 法蜀大军因抱羽而受阻的消息传到了曹伟高层的耳朵中时 他们坐不住了 纷纷向皇帝上表,叫停这次 本来就不应该发动的军事行动 话说曹瑞送别曹真出征后就东驾西行 驾临许昌渡军 太尉华欣率先给皇帝上书 指出运送军粮去千里之外作战 是一件劳而无功之事 听说今年蒸发摇曳可有损于农丧之业 所以现在要马上下诏撤军 接着华欣为曹瑞分析天下政治形势 指出统治者应该以老百姓为基础 而老百姓以穿衣吃饭为根本 华欣进一步向曹瑞分析到 我们要注重农业生产和大理发展经济 让中原地区的人民没有饥饿寒冷的忧虑 老百姓没有离开故土的心思 将圣贤的教化深入人心 这才是目前最应该去做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即便偏远地方的人民也会感怀德政 他们将写老服幼前来投奔 如此一来 无数之民也会主动归附魏国 天下将会重归一统 花心的修文治德的主张 是儒家一向提倡的治国之道 孔孟这些圣贤经常用这些理论 去劝诫各国君王 只要用人证来感化天下老百姓 不愁天下不统一 综观全世界 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听话的 也最容易管理的 只要大家有饭吃 有钱花 衣食无忧 谁会去做揭竿而起的事呢 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去造反 他们往往是被逼上梁山的 没有了饭吃 老百姓为了活命 只能去造反求生存 对于花心的奏书曹锐不得不耐心看着 毕竟花心是曹操的老伙计 曹魏的三朝老臣 言高望重 这些年来虽然花心已经退居二线了 但他在朝野的影响力还存在的 于是曹锐写了一封亲笔信回复花心 表示您老人家为了国家大忌提出了这么深远的建议 朕非常称赞老先生的行为 曹真法蜀只不过是出兵观察以寻找敌国的破绽 试探蜀国的实力而已 朕非常感谢您老人家提出的建议 朕将不会忘记您的告诫 当时曹锐并不想马上撤军 还想等几天看看天气有没有放晴好转的迹象 如果能继续进军的话就不必撤军 毕竟这一次劳势动众可是花费了不少钱粮 如果魏军都没有看到蜀军人影就返回的话 实在有丢大国面子 杨父看见曹锐还在犹豫是否撤军之时 马上站出来力挺花心 说道如今我们还没有把无蜀搞定 上天就频繁降下凶兆 我军刚出发就遇上了特大暴雨 据前线传回来的消息 现在大军已困在山谷小道上多日 进退围谷形势非常不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陛下应该马上下诏撤军 当时杨父是寿府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敢于犯言极见 怎既尝试王宿野站出来 给杨父帮枪 说道目前我军碰上大雨 遇上了很多麻烦 而大雨导致山体滑坡 战道断绝 我军已陷入险境了 曹真出征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我听闻他还困于子武道上不能前进 而今士气低迷 兵马困乏 粮草短缺 此乃兵家之计 所以陛下应该马上叫停这次征伐 王宿是王朗的长子 三国时代的著名经学家 曹瑞看见群臣强烈要求下诏撤军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知道这次法蜀行动 已经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 于是他在当年九月下诏 各路法蜀部队撤退回来 此时曹真等人只得受诏撤军 无功而返 曹瑞各路大军撤退时 诸葛亮也在密切关注着卫军的动向 在曹瑞的三路法蜀大军中 有两路因大雨退还后 诸葛亮抓住了反攻的机会 趁势攻击曹瑞的梁州地区 在曹真集结大军法蜀之时 诸葛亮已经派遣魏延和吴义 吸入枪中 他们在当地经过几个月招兵买马后 已经组建了一支万人的骑兵部队 正好派上用场 当魏延和吴义率领部队行至阳西一带时 遇到了曹魏雍州刺士郭怀和后将军 费瑶的大军 这是一场山地遭遇战 很考验双方指挥官的临战指挥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蜀汉军队是擅长山地作战的 在山地中打群架 这是他们优势所在 魏延不负所望与吴义联手 加攻郭怀和费瑶 痛打了拢幼兵团一顿 将之打得大败 杨西之战是魏延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战 此战以少胜多 充分展示了魏延杰出的指挥能力 证明了魏延的军事才能 在蜀汉集团的武将中是一流的 蜀军凯旋归来后 魏延以此大功 签身为前军师征锡大将军 进封为南政侯 并且获得了贾结的权力 魏延也以此大功签身为左将军 进封为高阳湘侯 在五谷上降死后 魏延无疑是蜀汉首席大将 诸葛亮授予魏延贾结的权力 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全面肯定了 魏延的军事才能 值得一提的是曹真在撤军回来后就生病了 而且生的是重病 曹瑞听闻曹真患病了 马上派人将他接到洛阳医治 因为洛阳是魏国首都 有着最好的医疗条件和最好的医生 曹瑞亲自去曹真的府邸探望他的病情 鼓励他坚持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 此时的曹真也像三年前的曹修一样 心情极其郁闷耿耿于怀自己的失败 曹真认为这次法蜀不能成功 并非他无能 而是大禹让魏军裹足不前 导致这次法蜀行动泡汤了 本来曹真对这次法蜀抱着极高的期望值 日夜都想去痛揍诸葛亮 认为此一战可以解决掉蜀国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期望值有多高 一旦不能完成后 其失望值就有多大 所以曹真愧疚之情涌上心头 认为自己对不起大魏 辜负了皇帝的期待 曹真躺在病榻之上 勇敢于壮志难愁 郁郁寡欢 茶饭不思 法蜀失败对他的打击实在很大 不久之后 曹真病情加重 经抢救无效死亡 由此可见 一个没有强大内心的人 很难从失败中走出来 曹真逝世后被以为猿猴 其决位由长子曹爽来继承 曹瑞为了嘉奖曹真所做出的贡献 特地下诏 将曹真的其他五个儿子 曹熙 曹逊 曹泽 曹燕 曹凯 一并封为猎 一并封为猎猎 曹真死了 最高兴的人并不是诸葛亮 而是司马懿 从此以后 曹魏宗亲再也没有独挡一面的大将可用了 军事不可避免的 错到军事牛人司马懿的手中了 可以说曹真是曹魏宗室最后的名将 曹真之死 间接影响到了曹氏江山的稳固 曹真在世时 他能全面压制司马懿 牢固地掌握着最高军权 但是曹真死后 曹魏的最高统治者在宗室无人可用的情况之下 只能将最高军权授予给外星将领了